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解决一下巴西 红色区域这里就是巴西 巴西位于南美洲的东南部 北陵、法俗硅亚拉、苏利兰、硅亚拉、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 西陵、秘鲁、玻利维亚、南杰、巴拉圭、阿根廷和乌拉圭 东陵、大西洋面积约854.7万平方公里 是哪里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 巴西的海岸线全长为7400多千米 临海宽度12海里 临海外专属经济区188海里 截至2018年巴西的人口大约有2亿 大部分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的东南部和东北部 而广大内陆地区特别是亚马逊州人烟稀少 其中白种人超过一半 黑白混血准人占40% 黑种人占5% 另外还有黄种人和印第安人 所以巴西是一个民族的大熔炉 90%的居民信奉听主教 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 全境以巴西高原和亚马逊平原为主体 地势比较平坦 北部亚马逊平原占巴西领土的三分之一 中部和南部是巴西高原 约占全国面积的二分之一 其中大西洋沿岸延伸狭窄平原 西南部是巴拉圭低地 北部属龟亚纳高原 海拔3014米的内布利那风是全国最高峰 巴西是世界河流较多的国家之一 有亚马逊河、巴拉纳河和圣弗兰西斯科三大河系 亚马逊河干流到中下游至西向东横贯境内三千多公里 国土80%位于热带地区 最南端属于亚热带气候 亚马逊平原属于热带雨林气候 全年高温多雨 年平均气温为25到26摄氏度 年降水量为1500到3000毫米 而巴西高原大部分属于热带草原气候 年平均气温为20到23摄氏度 全年分干净和湿剂 年平均降水量在1000毫米以上 约90%的降水集中在湿剂 而东南部地区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 受大西洋湿润空气的影响 年平均降水量可以达到2000毫米以上 好的 以上就是我对巴西质量环境的介绍 感兴趣的关注一下吧